这个礼拜是总统大选 很多人在问选后台股要怎么走 所以你要看历史 历史是台股在选举之后都会上涨 甚至现在有法人已经喊上万九 立即店连带降价一到两成 股价跟着下挫 半号爆刮立即店下挫3.08% 收在29.9元 联店也下跌0.59% 加上新台币对美元汇率 2023年第四季一举升破31元大关 汇损恐怕成为 接下来科技业财报的大地雷 不过选后行情却有望扭转 因为摊开过去四次大选后一个月 台股走势从2008年到2016年 全都呈现上涨 2020年遇到疫情略为下跌 不过选后一周还是上扬 我们看到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 是源豪雨市场的预期 我们认为这个趋势在 起码今年上半年还是会延续 大概今年6月份才会启动 这个降息的这个步骤 全年是125个基点 看好上半年全球企业获利回升 国他也预估今年股市有三大机会 包括这一券在美国联准会 首次降息之后还是有表现的空间 以及消费性电子将迎来转机 最后AI族群还是亮点 从晶片厂到封装都会出新品强势 目前看起来的话包括了AI在内 那以及说我们观察到 或许在消费性电子 那以及这些硬体的部分来讲的话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库存去化 那或许在今年来讲的话 会获得不错的关注充电 AIPC出货加上消费性电子回温 就盼今年景气慢慢恢复元气 能带动台股上工 东森财产新闻 刘子层张华珍 台北采访报道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